路奇亚的行刑日终于到了 她被两个穿着米色罩袍的人 吊着脖子押往刑场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练刺的灵压暴涨 可没多久又消失了 练刺死了吗 路奇亚大喊着 完全不敢再想下去 可就在这时 一脸笑容的士丸寅向她走来 让路奇亚的瞳孔瞬间收缩 在这个当下 士丸寅过来做什么呢 此时士丸寅还是惯缠地笑着 她逗弄路奇亚 说自己只是随便散步 刚好来这里 就来打个招呼 沟通一下感情 但有人会在别人被处刑的时候 才过来沟通感情吗 这人说谎话 也不打下草稿呀 路奇亚一直不喜欢士丸寅 在她刚刚加入护停13队的时候 白灾就当上了六番队的队长 而当时士丸寅也同时被任命为三番队队长 有时候路奇亚跟白灾一起走着 就会遇到迎面而来的士丸寅 士丸寅偶尔跟白灾一起交谈 说话的内容 虽然总是队里的琐事 可一旁的路奇亚听来 却总觉得这些谈话 似乎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路奇亚偶尔跟士丸寅对视 他就会觉得浑身好像被针扎一样 冷汗直流 这个男人就好像一条在暗中盘踞的毒蛇 总是在寻找猎物最脆弱的时候 好给他以致命一击 估计除了乱局和忠心耿耿的脊梁 护停13队里就没人觉得士丸寅的表情和蔼可亲了 路奇亚的思绪猛然被打断了 士丸寅突然开口说 炼子还没有死 随后回过神来的路奇亚 果然发现炼子灵压还有一丝丝的波动 可是这种波动若有若无 似乎随时都可能消失 士丸寅嘖嘖称奇 炼子这个人还真是个死心眼 为了一个女人 宁可自己命都不要了 路奇亚呀 你忍心看着炼子为你去死吗 你这个没心肝的女人 要不然让我来救你吧 此时押送路奇亚的士兵眼睛都吓得睁圆了 士丸寅队长 你不要冲动啊 可没想到士丸寅居然走了过来 还用甜蜜魅惠的语气跟路奇亚说 我可以救你 可以救炼刺 可以救一切因为你而被关起来的人 这话让路奇亚真的震惊了 他感觉自己好像被毒蛇看守的猎物 如果士丸寅真的要救自己 那他到底要在自己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呢 可没想到 士丸寅随后转身离去 他说自己就是说着玩玩的 然后路奇亚的心 却突然坐了过山车 路奇亚因此陷入了浓浓的自责 他原本已经打算坦然面对死亡 可没想到 却因为士丸寅的随便几句话 就破了心境 原来自己真的还有求生的奢望呀 路奇亚最后痛苦地咆哮着 让士丸寅再次露出得意的笑容 剑八跟东仙耀和大狗队长打得不可开交 只见剑八一脚把东仙耀差点踢到墙里 再转身给大狗一个过肩衰 剑八大肆嘲讽东仙耀和大狗子 你们也被自称为队长呀 真是可恶到丢人的东西啊 东仙耀于是打算用真本事了 他早前就看更目剑八很不顺眼 成为队长明明有更正义的方式 但剑八的队长之位却是杀出来的 竟当着二百名队员的面 把前任十一番队的队长给杀了 东仙耀觉得 这家伙早晚是失魂界的祸害 所以现在东仙耀就要代表月亮消灭剑八 剑八一语道破天机 不就是觉得自己代表正义吗 可剑八从不在乎这些 他要的只有战斗 东仙耀使出了万劫 研磨蟋蟀 于是一片黑暗瞬间笼罩剑八 剑八的五感都被剥夺了 他看不到 听不到 闻不到 也感受不到灵压 东仙耀的万劫 就是要彻底发挥自己盲人的优势 让他们在死前感受到完全未知的恐惧 剑八的身上已经被东仙耀砍了好几道伤口了 可每次攻击 东仙耀就发现 剑八对黑暗的适应更多了点 在一片彻底的黑暗中 原本再强大的人 多少也会生出一丝恐惧 可剑八却似乎完全不知道恐惧是什么 未知的危险在剑八看来 都是快乐的源泉 因此东仙耀的万劫 对剑八其实根本没啥用 被东仙耀砍伤几次后 斗M剑八现在更兴奋了 处死路奇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可是这边几场战斗都还没有打完 修兵毫发无伤 而公亲却看起来伤痕累累 修兵以为他俩胜负一分 可公亲表示 十一反对的人 所谓输就是死 所以只要他还有一口气 就不算输 修兵有点不耐烦了 表示你一个第五席 怎么可能打得过自己呢 公亲表示 这就是因为你没见识了 我当第五席是因为第四席不好听 本来想当第三席 但是毕竟好朋友一脚在那儿 公亲说 自己其实也有副队长的实力 刚才只是没有权力而已 十一反对的人一向瞧不起 鬼道系的斩铺刀 既然修兵你瞧不起我 也就让你看看我的真实实力吧 不过说好了 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练刺以为自己已经投胎转世了 谁料一睁眼 发现面前竟然是花太郎 他是被练刺的小迷地 从监狱里放出来的 看起来这些日子越狱结球 已经成了静灵亭时尚了 而花太郎说 其实在他帮练刺治疗以前 练刺的伤已经被治疗得七七八八了 看手法和功力 明显就是花姐做的 其实大家都还想着帮陆奇亚呀 在青虫制造的黑暗中 东仙耀被剑八压迫得气喘吁吁 真是丢人呐 在自己的地盘居然还不能做主 他的几次攻击 也都被剑八完美地躲过了 刀尖只是轻轻划破了剑八的衣服而已 东仙耀已经快失去信心了 而剑八此刻有点不耐烦了 他老人家战斗 一向大开大合 啥也不说就是砍 可今天跟东仙耀这一场仗 打得憋憋屈屈 竟然只能等东仙耀的剑尖触不到自己的时候 才能凭意识反应 这一架打得没意思呀 估计八千流和衣角的人要笑死自己 但随后剑八就笑了 他显然想到了好主意 于是东仙耀再次砍向剑八的时候 他居然没有躲 直接被捅了个透心凉 剑八突然伸出手 直接把东仙耀拽了过来 这一下你不能跑了吧 剑八狠狠地砍了东仙耀一刀 触碰到东仙耀那一刻 他的五感又回来了 原来东仙耀是这团黑雾里的bug呀 剑八随后就把东仙耀放开 让他再来一次 东仙耀有点怀疑人生了 他完全不敢相信 自己的规则居然被别人玩坏了 此时东仙耀突然想起了那个他爱慕 却得不到的女人 想起了自己为了正义而成为死神的决心 想到女人 东仙耀的力量又回来了 他举起他的正义之刀砍下了剑八 却不料手腕被剑八一下子握住了 剑八狠狠一刀砍下来 东仙耀血洒战场 而那黑色的巨剑应声而破 看着东仙耀浑身是伤 剑八突然不想玩了 他转身就要走 可东仙耀一击被刺就捅了上来 剑八只好反手挡刀 却被大狗挡住 大狗的头盔也因此被剑八砍碎 露出了里面毛茸茸的耳朵和脸 让剑八有点小惊讶 大狗也不客气 回身就万解 他是真不敢轻视剑八了 巨大的黑绳天谦冥王 出现在了大狗子的身后 可就在这时 一道蓝光从形形的双击之处迸发 时辰到了 露奇亚就快要上路了 在失魂界各处的死神 全都神情一正 青鹰和仙台狼赶紧去敲 他家队长扶竹的大门 出来啊队长 小露奇亚要被砍了呀 大门缓缓打开 体弱多变的扶竹 竟然拿出了一副盾牌出来 还说自己要去亲手制止露奇亚的死刑 露奇亚行刑的时间终于到了 几个没啥事的队长前来观礼 露奇亚没看到白灾 还以为他不忍心来看呢 可下一秒 白灾就走了过来 露奇亚多少是有点失望的 这时候山本总队长问他 还有什么遗言吗 露奇亚真诚地希望山本总队长 可以赦免那些旅客 山本总队长点头应允 露奇亚笑了 现在他终于可以安心上路了 但是露奇亚还是天真了呀 山本老头是那么好说话的吗 众目睽睽之下 露奇亚站在了双级之下 随后双级的封禁彻底解封 冲天的蓝光拔地而起 震慑着静灵厅所有人的心 露奇亚看着这柄冰冷 没有一点情感的利刃 早上被世万人搅乱的心 彻底平静了下来 白灾已经明显地抛弃了他 既然医护他们也会顺利地回到现实 那么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也没有牵挂了 露奇亚再次看向白灾的方向 而此时的朽木白灾正闭着眼睛 露奇亚终于彻底释然了 他被缓缓升至半空中 停在了双级的正前方 突然 双级上迸发出强烈的火光 底下这些死神也都是火酒剑了 大部分人也都是第一次看到 用双级砍人的 双级的火焰越来越浓烈 最后凝成了一只火凤凰的样子 原来这才是双级的真正形态 看着火焰凤凰的漂亮羽毛 露奇亚心情很平静 能活到现在 就是上天对他的恩赐了 小时候 在充满危险的流魂街 与恋慈相伴长大 后来又被大哥白灾收养 被制波海燕指导 还遇到了愿意为救他 牺牲自己的朋友 走到这一步 露奇亚心里很是感恩 感谢大家带给他这一世的美好 再见了 这个他所爱的世界 那些爱他 和他爱的人们 永别了 露奇亚闭上了眼睛 火焰巨鸟毫不犹豫的呼啸而至 可火焰在猛烈的灼烧 露奇亚却没有感受到任何痛苦 他缓缓地睁开眼睛 却发现 庄树跟以前截然不同的医护 正站在他面前 医护终于学会万劫赶了过来 医护一脸帅气地看着露奇亚 本以为露奇亚会感激体灵 却不了这丫头张嘴就骂 你是不是有病啊 怎么又来了 你的力量是不可能战胜大哥的 我一个人死还不够吗 非要多拉几个垫背的吗 但随后露奇亚就软化了 我不会开口跟你说谢谢的 站在下面看让他的死神 他们也惊讶极了 双级这玩意儿 可是有着百万斩破刀的力量 居然被医护一把大刀 就轻描淡写地挡住了 是双级太弱 还是医护太强呀 他们不知道 这是男主光环太耀眼了 大火鸟有点不高兴了 他放开医护 逐渐拉开距离 打算计算好力度再来第二几 露奇亚吓坏了 再来一下 医护肯定就嗝屁了呀 可无论他怎么喊 医护就是不信心 还冲过去 非要挑战一下大火鸟 眼看一人一鸟就要撞在一起了 没想到这时候 一根绳子冲上天空 把大火鸟捆住了 原来是扶珠带着手下及时赶到 看着自己的小伙伴来了 经乐大叔笑着站在了扶珠旁边 他们俩人同其连织几百年 整天跟连体婴儿一样腻在一起 就算叛乱 也要站在一起 扶珠把巨大的大盾戳在了地上 碎锋一看就惊呆了 这大盾居然有四封院家的回忌 扶珠和经乐 这是要破坏双极的气呀 他赶紧让大青天去阻止 可是大青天看傻了 根本忘了动 而这时候 扶珠和经乐已经开始动手了 他们同时拔出斩破刀 借用大盾牌的力量 两股闪光 直接就冲上了双极两根柱子 一阵强大的力量过后 双极竟然被拆了 随着大火鸟的消失 医护在震惊过后 也立马同步动作 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把整个行星台都给毁了 于是静灵亭的杀人宝贝 就这么毁了 还百万把斩破刀的力量 这是在搞笑吗 被众人救下后 露奇亚还有点懵逼 他很担心 医护怎么才能全身而退呢 这么多队长都瞧着呢 医护表示 没事 把那些人干翻不就行了吗 这时候浑身缠满绷带的 链刺也赶了过来 露奇亚一看链刺还活着 开心得不得了 然后医护就把露奇亚 直接扔了下去 超强人体飞弹 直接把链刺砸倒了 高空抛物 果然是害人害己啊 医护让练刺赶紧把露奇亚带走 他们现在一个弱 一个残 根本不适合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露面 练刺也二话不说就跑了 一群看傻的死神 半天才醒悟过来 犯人逃了 我们是不是要象征性地追一追啊 结果几个副队长 刚跑出去几步 就被医护拦住了 大前田 咏音和却步三个副队长 不敢轻敌 赶紧拾解 可医护一招就把他们三个 全都打飞了 现在医护的主角光环正强 他们三个是不可能打得过VIP玩家的 可随后白灾就出现了 这俩人终于要正式开战了 医护打得硬白灾吗 我是黑白 下期见